3 來 請接盤 好 那我們合照一下 大家都來上來合照 接下布條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在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所設立的 中區反毒教育資源中心正式成立 未來將結合中部七縣市 來防堵藥物毒品濫用的情況 這樣的一個中心的擴展 我們今年至少會有70個點成立 那這些70個點包括哪些呢 由我們的醫院 醫療體系 然後呢有教育體系 學校 還有藥師工會 社區藥師 還有一些在地的陷阱施法單位 一起來協助 毒品對身體的影響 我想那腦部是最嚴重的 到腦水腫 甚至於就昏迷了 用毒用量就是昏迷了 像一級二級的海洛因 那種都比較厲害的 像Ketamine 也都是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我想這個毒品的傷害 可能零七年他們可能不是很了解 根據衛生福利部調查 有八成的吸毒者 多半是好奇嘗試 認為只吸一次無妨 卻不知道一日用毒 就需終身戒毒的嚴重性 因此這次由政府帶頭 成立資源中心 整合醫院 藥局和學校等單位 希望透過多元管道的宣導 來提供正確的用藥知識和諮詢 我們的醫護人員已經忙得要命 你看這個病人這麼多 我們還要去做非病人 還要去做一般人 所以又要兩隻手 一隻手不過還要兩隻手 所以我們很需要很需要的 各單位大家一起來做 尤其有錢有利有閒的機構和人員的結盟 我們就是協助啊 就是有一些可能他會去接觸毒品啊 或者說在使用正經安眠藥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不清楚的 那我們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能夠遠離這些毒品 然後跟正確的使用正經安眠藥 反毒資源中心表示 未來將會遵循反轉毒害四核心行動 和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 這兩大主軸來去推廣 並且培育更多種子教師和志工 一起投入反毒的行動行列 記得禮教台中慘到